大家好,現在是2月23號的中午左右的時間 那今天也是我在旅館的最後一個晚上了 那趁現在的時間我想要開箱一下廈門光大酒店的臥房 那首先我先從這些燈開始介紹 那這三個的話都是控制那個浴室的 就是把燈打開的 然後這個的話是排風的 可以把地板的水吹乾 那它這邊的話有乾絲分離的 那這個臨膨頭我也還蠻喜歡的 如果我家裡面要是也有一個就好了 因為我家的話 就還沒有像這種蓮蓬頭也沒有乾絲分離的 那我覺得這個算是蠻不錯的設施 那酒店的話對於隔離14天的人員有付30瓶的礦泉水 我喝到剩下兩瓶的 那這個就是臥房 然後這裡這邊的話就是吃飯的地方 然後打電話的話 打電話給櫃台的話就用這一支電話 然後有附吹風機 還有台燈 可以閱讀的時候使用 然後電視我平常還蠻少看的 因為也 因為就只有幾台而已吧 也沒有我喜歡看的節目 那再來看一下外面的風景好了 下面的話好像是屬於高架橋吧 然後這裡附近都是住宅區跟辦公的地方 那我先講一下我在這裡的心得好了 就是 呃 在這裡的話其實 住宅的話費用算蠻高的 就是 一個晚上的話是466塊 然後 三餐的話 早餐20塊 然後中餐60 晚餐50 都是人民幣 所以換算成台幣的話 二十塊就相當於快一百了 那 六十五十 然後又差不多兩百 兩百多接近三百那邊 所以 就是消費算蠻高的 而且菜色還蠻容易吃膩的 我差不多吃到第三天我就膩了 啊後來的話就 請朋友幫我點外賣 那外賣的菜色比較便宜 而且變化有多 所以 到後面我都 點外賣比較多了 那晚一點的話 再給你們看看我點了哪一些外賣 然後還有這裡的 菜色是怎麼樣的 那之後要是有進 光大酒店 隔離啊 或者是住宿的話也可以參考看看 那 那隔離酒店的話其實是 下飛機之後巴士就直接載我們去了 所以也沒有讓 也沒有辦法讓我們自己選 要在哪一個酒店隔離 那我要表達的就是其實這一個 住宿的環境大致上是還蠻舒適的 就是 採光的話有一點不太夠 就是到晚上的時候就可以明顯感受得到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其實住的都還蠻舒適的 那再來的話 在這14天裡面的話 醫護人員也會過來就是採核酸 大概三天採一次或四天採一次 嗯 我差不多講完了 那剩下有想到的話我再補充 那我的旅館開箱的話就到這邊 謝謝 那我在酒店隔離期的時候 我很常用快煮湖 煮泡麵還有 泡茶來喝 那我覺得這個快煮湖 算還蠻好用的 那如果要是旅館要是沒有附的話 建議 之後自己也可以 帶一個 接下來帶大家看一下窗外 那這個是辦公大樓跟住宅區 那大陸的公交車跟台灣其實有一點不太一樣 這台公交車它是連結式的 它車身比較長 也許會比較好過彎吧 那這裡附近的話有運動場 那這裡附近的話有運動場 其實我在這裡也是第一次 這麼久都沒有出門過 我住的這14天裡面有3天到4天我就會被採一次核酸 那最近一次採的核酸是昨天 除了測核酸之外的話 還有測煙喉 然後還有抽血 它就是 護理人員就是全護武裝 然後來敲我的房門 然後通知我要測核酸的 除了這3個項目都測完之外 昨天它還走進我的房間裡面 然後用棉花棒採集我接觸的床鋪啊 或者是手機電腦之類的 然後看有沒有感染的 然後看別人的和平子 so let's go 然後用棉花棒採集我 就想看 honest 在那種電腦的 用棉花棒採集我 你延長好嗎 對啊 你延長好嗎 你延長好嗎 感谢观看